大家好 我剛剛向選舉事務處遞交了 786張選委提名表格 正式報名參加2022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 首先我要多謝提名我的選委 他們的提名令到我很鼓舞 第二我是多謝我的選舉辦公室的同事 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也都多謝傳媒的朋友 年一來馬不停蹄地採訪辛苦了你們 在我宣布參選之後 我的辦公室團隊和我一起 是做了大量的選舉工作 包括聯繫不同的選委去開會 和解釋給他們聽我的施政理念 我在早前的一日裏面 也都是走訪了十個地方 是拜會了五個團體和五個政黨 他們一致都是同意和支持我的施政理念 我的施政理念主要在三方面 第一是以結果為目標去解決不同的問題 第二是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第三是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 我是強調團隊精神 我是會強化以我和我們 共同解決問題的團隊文化 之後呢 我也都會努力去繼續做我的選舉工作 今天呢 我也都安排了交流會 和選委界別去交流 聽他們的意見 也都說是直播的 我也都會針對專題呢 是邀請有關的選委界別 或者相關人士去聽一下他們的意見 和他們交流就某一個專題的內容和細節的 我希望盡快可以讚寫我的政綱 然後向大家介紹 那就多謝大家 辛苦了你們 晚安